玛雅文明至今仍然是个未解之谜,曾经它推断了世界末日的来临,不过似乎预测错误了,不过玛雅文明至今仍然让很多人非常着迷,人们对于它的谈论从来没有停止过,它是否是曾经的人类,曾经的文明,或者是外星人所培养的种族,考古学家们不遗余力的探索者,至今还是没有得到让他们满意的答案。 玛雅的预言有很多,世界末日只是其中一条,预言中曾经写道到地球不属于人类,人类是属于地球的,而人类不是地球的主人,关于地球是否曾经经历过文明的毁灭? 玛雅预言是这样说到的,地球经历过了五次毁灭和重生,每过一段时间,文明的毁灭必然会到来,无论如何都无法阻举。 这里用了当时玛雅人所用的记载单位,太阳镜如同我们的事迹,不过以我们要讲很多就是了,看过末日电影的人们肯定知道,那些末日浩劫会突如其来。 就算人类提前得知,也根本无力反抗,我们将它称之为大自然的愤怒。 如同西方神话里的大洪水,上帝为了惩罚地面的生物,决定毁灭一切,只留下很少的生物坐上了方舟。 那么,被毁灭了五次文明,到底都有哪些? 让我们来一一了解。 跟达亚文明,这是一个超能力的文明,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超能力,有的能预测未来,不过这种超能力只有男性才有。 女性本身没有,不过她们可以跟上帝沟通,来决定要不要生小孩子。 这个文明毁于大洪水,迷索不达亚文明,这个是由上个文明能活下来来的人创造的文明。 不过超能力却在前一末化中逐渐的消失了,不过令人讶异的是她,这个文明的人非常的热爱美食,喜欢烹饪各种各样的食物。 人们都以食物为主要的交流手段,这个文明毁于环境的突然恶化具体不明。 莫里亚文明,这个文明也拥有着类似于超能力的人存在。 不过不同的是,他们可以大自然进行沟通,可以得知未来的变化。 值得一提的是少数的莫里亚人可以拥有多条生命。 该文明毁于大陆崩塌,亚特兰蒂斯文明。 亚特兰蒂斯去推测是个高度文明的国度,相传是个岛屿,有宫殿,有什么样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亚特兰蒂斯人的野心开始膨胀,最终毁于大海的吞噬。 未知文明,根据玛雅人的预言,第五个太阳记所带来的并非是毁灭,而具体会有什么后果? 我们尚未得知,或许在未来我们都将有超能力也说不定。 当然这都是没有准确的依据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感谢观看